早晨,今天是2024年6月18日星期二 欢迎收睇I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博威环球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凯渊陪你一起开市 Thomas,今早大事是什么支点? 看到大家公布的业绩 我们一会看看它的投资价值是如何的 另外一众的手机概念股也有上升的状况 也会看一看消息面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透过香港经济日报HKDETM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的,纳指再创新高 法国的危机引发不安情绪 舒缓了 美股反复靠稳 道指收市升188点 收报387778点 升幅是0.5% 标志升41点 收报5473点 升0.8% 纳指向上升168点 收报17857点 升1% 再创新高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未跌0.05%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法国股市收市上升0.9% 当地极有领袖 马南俄旁就保证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合作 舒缓了市场的不安情绪 德国股市都是向上的 升0.4%左右 英国股市要向下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 Tesla升超过1.5% 另外 苹果升2% 天峰国际证券分析师 在月拓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压收市是各别发展的 京东比本港上压收市高出1% 亚里腾讯和美团都比本港上压收市高 而汇控方面 比本港上压收市高出1%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超过300点 最新是38,000点流上 首逆终合指数升23点 适离普通股指数升49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都是向上的 最新升级130点 和Thomas聊聊外围的情况 现在看到纳指继续破顶 科技股继续做好 苹果上天就再升 继续有消息 而下个月拆势的博通上天都升5% 不过NVIDIA就有回套 美股今个星期三是没有市 今个星期数据上的焦点 有5月份零售销售 和6月份制造业PMI 另外多个联储局官员都会发表一个讲话 美国在早前出现的CPI数据 几个指标数据 都是小过市场预期之后 其实见到气氛已经非常亢奋 见到多日去破顶建构位 我想问你 如果美股方面 现在想加仓的话 你有什么建议呢 以及在选股方面 芯片股是否仍然首选呢 明显地对于减息的憧憬 又再次有一个升温的状况 所以令到美股上升的状况 会见到一众的科技股 来带头升上来的状况 不过如果你说去投资芯片股的时候 到底短期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表现呢 可能都始终有一些变数 因为见到是英伟达拆小了之后 股价表现就升了几天 近日来说 开始有少少回徒的状况 所以对应回 如果作为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价值 它仍然是非常吸引的 因为始终现在的市盈率 虽然是七十多倍 但是按照最近一次公布的业绩的时候 盈利的增长是超过六倍的状况 所以吸引力仍然存在 但是短期来说 这个隐忧可能就是 司法部会否继续进行反垄断的调查 如果有一个熟实的结论的时候 会否对于Ninfidia 未来的发展前景会有影响呢 可能投资者相对都会有关注的状况 所以暂时来说 如果你说去投资Ninfidia的时候 可能不妨等它稍微回调少少 例如下跌$115至$120之间 才能考虑入手会比较安全 好,我们一起看看上日港股的表现 再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很淡增持 昨天成交不够一千亿 两个月以来最少的 大市昨天低开近百点之后 出现倒升的 曾经从上万八点流上 收市未跌五点 收报是17936点 国企指数收市跌1点 收报是6373点 科指是微升1点 收报是3709点 大市全日成交是963亿 是4月18日以来的低位 北水连续22个交易日 录得正入 金额37亿8千万 腾讯再由北水证出转为正入 昨天金额有4亿4千万 中行和中海又持续由北水证入 金额分别有3亿和2亿8千万 比亚迪电子持续做好 上日有超过1亿的北水证入 中移动和美团 录得北水证流出的 金额也是超过1亿 华晨汽车再派特别股息 股价急升1.8亿 有2亿4千万的北水证出 与Thomas先谈谈大市 现在正在等待的方向 昨天未跌5点 收报是17936点 未能守在18点流上收市 以及跌穿了一条50天线 现在最新的情况 成交就回到1千亿以下 昨天出了三头马车数据 十点公布 零售销售比市场预期更好 但是故头和工业增加值都差一个预期 但是这三个数据 其实都未给到一个很大的方向的大市 现在感觉上 都是等待三中全会 或者短期内 三中全会前 会不会有减息降准的情况 或者这些消息出台 你如何预视大市走势 看回5月 5月就没有穷 6月会不会绝 还是你觉得现时的水平 会满局直到7月 数据上也不难去理解 始终5月来说 有五一黄金周 所以都会利好消费行程 所以消费数据比预期更好 就有即可寻 至于另外两个方面 你去到消费的时候 相对上来说 工业活动会减少 所以工业值和故头 稍稍差市场预期 也可以理解 我相信下个月 可以公布6月的数据的时候 这个情况应要倾向 又会有一个转变的状况 可能工业值和故头 又会是好翻跌 到底零售方面 到底是否撑得住 我某程度上 就要看下618的购物截 到底那个表现是如何 一众的电商方面 就已经在5月尾的时候 开始部署的时候 到底今次会不会 成效比上年好 这就稍微有关注的状况 对于恒指方面 始终值得留意 由2月开始升 2月到5月就连升了4个月的时候 6月相对上来说 回调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 我自己觉得 有回调的时候 这个对于下半年的走势展望 可以变得乐观点 反而如果6月都上升的时候 始终上升到差不多 都会有回调的压力 所以反而6月回调的时候 我觉得会比较健康点 而现时去看的时候 亦都看到 5月20日以来的时候 恒指一直由19,700点回到现在 下跌到17,900点的位置 回调的幅度也有接近超过1800点的状况 事实上会看到的时候 现阶段来说 业绩期又过了 又没有什么新的国策消息来带动 因为始终在5月初的时间 国策消息比较多 现在就会偏向静一点 以至到大市的成交金额 亦都有一个偏远的状况 如果今个星期来说 日均成交额 一直落到不够1000亿的水平 昨天就不够1000亿的 但如果日均不够1000亿的状况 相对上现在250天线 就大概在17,600点的水平 就变成一个很难守住的状况